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神探夏洛克第三季03 改编自原著最后的质疑 这次有一个惊天秘密要被揭露 夏洛克在好季友结婚后成了瘾君子 一直吸食海洛因等毒品 华生德这消息很生气 夏洛克却说自己是在调查马格努森诈骗案 马格努森是一个记忆力比夏洛克还厉害的人 只要看过的东西他都会看到他 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 有人以为他的眼镜有录音或者录像的功能 其实只是他的脑子特别厉害而已 他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能力 掌握了很多英国政界的把柄 靠这些自己永远忘不了的把柄来要挟别人 夏洛克不仅假装成流浪汉吸毒 而且还假装和马格努森的助理美女谈恋爱 马格努森是在华生婚礼上任时的人 是玛丽的朋友 夏洛克只因为他的工作所以接近他 马格努森的公司戒备森严 旁人根本没有办法进来 夏洛克为了骗女友开门 竟然买了求婚戒指 女友心动后打开了门 夏洛克溜进去想要偷资料 这时却闻到一种独特的香水味 叫做月光 这款香水很小众 身边只有一个女议员和华生的妻子玛丽在用 夏洛克决定暗搓搓的等着这个人过来制服他 却没想到这个人是玛丽 原来玛丽是一个特工 这也检视了前几集中玛丽的机智过人 以及他为何会认识马格努森的秘书 玛丽这次过来是想要偷到装有自己信息的U盘 现在他已经嫁人怀孕 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过去特工的身份 不过他也不可能如此快得手 有人追杀过来 于是玛丽给了夏洛克一枪 但是并没有致命 以此逃脱 逃脱后夏洛克被救了起来 华生也决定原谅玛丽 两人一起过普通的日子 夏洛克的哥哥麦考夫是一个政府官员 他和夏洛克一起追查到了马格努森的老巢 他们认为他一定是在这个老巢里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这样才能够掌握那么多人的信息 不过马格努森把夏洛克带到了自己的数据库 这里就是一个空房间 里面放着一张椅子 他炫耀般的展示了数据库 原来这个数据库就是他的大脑 他自创了一个记忆宫殿 看过的东西哪怕是小小的细节 他也能够清清楚楚的 而且永远忘不了 虽然装有玛丽信息的U盘被华生销毁 但是他轻而易己的在大脑中检索出了所有有关玛丽的信息 最后大家发现实在没有办法解决马格努森和他的手下 于是夏洛克的哥哥叫来了狙击手杀死了他的手下 夏洛克也一枪打死了马格努森 不得不吐槽一下 夏洛克三年才更新一次 但是这次的三年让人觉得等的不值得 就像名侦探柯南最近的剧场版一样 明明是侦探片却拍出了武打片的感觉 这一季的夏洛克推理情节太而失望 而打斗情感故事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 在第四季中我们熟悉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马上就要回归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